鄭家榮早前以臭兒子為由 以及發表浪費時間言論 解釋為何缺席馬鳴的海外婚禮 令他們全不和 他今天現身網球活動時 對於有關傳聞 就作出回應 首先我沒有講過浪費字 因為浪費就是浪費的意思 因為我都不夠時間哪有浪費呢? 所以其實我也想不到 當日做了一個回應 說會不會出席到馬鳴的婚禮 之後就出來很多 我都憑空想像不到 那麼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我之後就跟馬鳴說 真是不好意思 我還看見他要出來幫我澄清 當你在結婚前 因為我們結婚前是最忙的時候 最多瑣碎事要搞的時候 他還要出來幫我澄清 你想想我增添了他的多少煩惱 所以在我的說話 太太清淡得太 又不解釋得太 被人誤解了 而令到他增添麻煩 我是很不好意思的 我們在我的訪問之前 沒有說什麼不和傳言之後 已經我們兩兄弟已經搞定了 說真是不好意思 這次真的未必來到 你說得我理解 我很感謝他 他很明白對方的困難 不如這樣吧 我們等你忙完 我們吃頓飯 我再親手送個禮給你 我們再幫你慶祝 他說OK啊 沒問題 想不到 那就搞到好像不和啊 或者好像默免啊 稱帝什麼情仇啊 我就搞到這樣了 我不但幫你 你回到那邊 想不到 到那邊 你瞭著 我的頭到最後 我不會讓你 回到那邊 我會讓你 走 testing 然後 我會讓你 放下來 我會讓你 我會讓你 我會讓你